各位同學,大家好,我是蕭鋒 我們在上個單元學到了防護罩,橢圓 那這個章節我們就來更進一步 讓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的防禦四方的攻擊 好,我們這個單元學習的目標 第一個是要認識橢圓的標準式 第二個我們要了解橢圓的定義與標準式的關係 首先我們再來複習一下橢圓的定義 好,在前面折子和這個GGB的圖檔裡面我們說過 好,我們一開始給定了一個定點F1和另外一個定點F2 兩個定點都是這個橢圓的焦點 那選定所有的P點到F1的距離加上P點到F2的距離 它們都是定值2A 這些P點呢,把它以平花曲線相連之後 所得的圖形就是橢圓 好,那這是橢圓的定義 好,定義很重要,一定要記得 不論是這邊橢圓的定義也好 或者是前面的抛物線的定義也好 都非常的重要 好,那一樣的把它寫成四字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它就是PF1的長度加上PF2的長度 一定是這個2A定值 好,那特別注意一下 F1、F2兩個焦點的距離 一定要比這個2A還要小 這樣才可以做出橢圓的圖形 好,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例子 今天如果已經給定了兩定點F1、F30跟F2-30 那麼P點XY到兩定點F1、F2的距離和總和是10 那麼,問所有符合條件的P點所形成的軌跡方程式 會長什麼樣子呢? 好,那我們把題目的這句話用數學式子寫出來 P點到F1的距離加P點到F2的距離是10 所以我們把它用算式寫下來 根號X-3的平方加Y-0的平方 XYP點到F130的距離 加上XYP點到-30的距離 X加3的平方加Y-0的平方 開根號會等於10 好,接著把其中一個根號移到右邊 根號X-3的平方加Y-0的平方 等於10 減掉根號X加3的平方加上Y-0的平方 好,接著 左右兩邊同時平方 根號 左邊消掉X-3的平方加Y-0的平方 等於 右邊 好,A-B 挂乎的平方 會得到100 減掉20根號X加3的平方加Y-0的平方 再加上X加3的平方加Y-0的平方 接著我們把這整個式子稍作展開 我們可以得到X平方-6X加9加Y平方 這是等號的左邊 右邊的部分 100-20根號X加3的平方加Y-0的平方 加上X平方加6X加9 再加上Y的平方 接著把這些沒有根號的部分移到同一邊 整理我們可以得到12X加上100 剩下有根號的放在一邊 我們會得到20根號X加3的平方加上Y-0的平方 左右兩邊同時平方之後 會得到144X平方加2400X加上10000 會等於400乘上X平方加6X加9加Y平方 整理之後整個式子會得到256X平方加400Y平方 等於6400 左右同除6400 最後就得到一個化檢的式子 25分之X平方加16分之Y平方等於1 好,那這個就是一個我們化檢之後的一般式子長相 好,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如果把這個焦點分別改成C0和-C0 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焦點一定都在X軸上 所以這是一個長軸平行X軸狀況的橢圓 好,那麼我們用同樣的方式來做討論 歸納一個一般的標準式 同樣的,如剛剛所做PF1的長度加PF2的長度 會是距離2A 好,那麼把兩邊 根號寫出來 X-C的平方加Y平方 加上X加C的平方加Y平方 好,要注意這邊要分別開根號 接著同樣的動作做移項 把這個根號移到右邊 接著左右兩邊分別平方 平方之後,式子長向是這個樣子 整理一下展開 X平方-2CX加C平方加Y平方 等於4C平方-4C根號X加C的平方加Y平方 加上X平方加2CX加C平方加Y平方 整理之後我們會得到4CX加4A平方 等於4A根號X加C的平方加Y的平方 好,整個展開之後左右兩邊整理一下 最後會得到16倍的A平方-C平方乘X平方 加16倍A平方的Y平方 會等於右邊長數16A平方乘上A平方-C平方 好,在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會在這裡A平方-C平方 左右兩邊各有一個 我們把它換一個比較簡單的符號來表示 我們把這個B當成根號A平方-C平方 換而言之,A平方-C平方的值 我們就把它當成是B的平方 所以整個4就會變成16B平方X平方 加16A平方Y平方 會等於16倍的A平方B平方 左右同除A平方B平方 就會得到A平方分之X平方 加上B平方分之Y平方等於1 好,這是長軸平行X軸 同時同時 同時中心點在原點的橢圓標準式 好,那麼同樣的道理 我們如果把這個交點再更改一下 改成0C和0-C 也就是它的長軸會平行Y軸的狀況 好,那麼一樣的做法 把這個定義列出來之後 整個式子用根號寫出來 我們一樣的 我們一樣的 一項平方展開 劃減整理 最後可以得到的式子 就會變成 B平方分之X平方 加上A平方分之Y平方等於1 好,那這是長軸平行Y軸 而且中心點在原點的狀況 好,把整個剛剛學的東西 好,做一下整理 好,那不要忘記了這最重要的 好,B是根號A平方-C平方 好,那我們把剛剛學的東西 好,先用一個立體 好,來稍微帶一下 最後再把它整理出來 好,現在四球 橢圓根號X平方加Y-4的平方 加上X平方加Y加4的平方等於10 好,是兩焦點的坐標 中心坐標 並且把它簡化成這個標準式的形式 好,我們可以看到上面一開始這邊有個4 這裡也有一個4 好,那當然代表的就是我們的C會是4 好,因為這裡是X-0 Y-4 這是X-0 Y-4 好,所以我們的這個C就會是4 好,那焦點坐標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是04跟0-4 而且中心點坐標在00的位置 那麼右邊的地方這裡是10 好,10剛剛說了它是個固定的長2A 所以我的A值就會是5 那麼我們剛剛最重要的假設 B等於根號A平方-C平方 平方 B平方等於A平方-C平方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我的B平方值會是9 所以我的這個標準是 長成9分之X平方加25分之Y平方等於1的樣子 這是一個長軸 平行Y軸 而且中心點在圓點的橢圓標準是 好,最後我們稍微重點回顧一下 如果我講兩焦點在C0-C0的部分 長軸平行X軸 中心點在00 寫出來的標準是A平方分之X平方 加B平方分之Y平方等於1 如果我的兩焦點是0C0-C 長軸平行Y軸 那它中心點一樣在00 標準是長相 B平方分之X平方加A平方分之Y平方等於1 好,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個A 跟這個A 好,一個在X的下面 一個在Y下面 那我的長軸平行X軸的時候 它就在X下方 那我的長軸平行Y軸的時候 它就在Y的下方 另外的B是我們最重要的假設 好,B等於更好A平方-C平方 那麼依照這個假設 我們可以知道A一定是最大的 A會比B和C都還要來得大 那它們都是正的數值 好,不要忘記了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好,關於橢圓的標準是 我們就講到這邊 下個章節 我們再跟小楓繼續學習 掌握防護罩橢圓的技巧 下個章節 絕對膜 Switch